第127集 是谁 是我 是我涂了整个镇子 是我杀了英子全家 颤抖的黎火王扭过头来 看向面前死去的少女的眼睛 她那完全无神的瞳孔已经放到了最大 那讥讽的笑容依然挂在脸上 我杀了她 杀了一个想要为自己父母报仇的女孩子 我才是最该死的那一刻 这一刻 她开始感觉到害怕 极度的害怕 她猛地推到英子的尸体 连忙后退一大步 黎火王颤抖地举起自己的双手 看着那双手 彻底被英子的血染成了红色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四年前我根本就没有穿越过来 哪怕四年前我已经穿越过来了 我也不可能杀了全阵的人 根本没有能力 却要紧将大闹一场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普通人 你可不普通 寻常人 可没有你这个能耐 看着眼前越发惊恐的红袍道人 一旁的首三皆是 按理来说 老夫本来是不想跟你 有过多接触的 谁知道你会不会半路发疯啊 不过 既然静心事态开了口 所以 我们才卖他一个人情 你给我闭嘴 别想骗我了 我不是贪恋习宿吗 装什么装 就在这里 动手啊 李火望怒瞪向他 主才稍稍后退一步 炫阳小悠 你稍微冷静点 我们可是帮你的 你可不能恩将仇报啊 对方的话 非但没有任何帮助 反而让李火望心中的恐惧更深了 说得好像跟真的一样 首三轻轻一摆手 让四周准备动手的 其他熬井教主们后退 炫阳小悠 我们熬井教 虽然在外面名声不好 但我们跟你可不一样 我们不随便杀人的 凡事 都有讲究一个 名正言顺 又低头看了一眼鹰子的尸体 双眼通红的李火望咬着牙 埋头向着洞外冲去 看到气势汹汹 冲上来的李火望 所有挡路的凹井叫中 纷纷背靠墙壁 给他让路 洞外面是晚上 远远的月亮挂在空中 迎面而来的冷风 让李火望 稍稍清醒了一些 他靓强着走到一棵树边 背靠着树干 用手捂着自己的脸 蹲了下来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我是杀人如麻的杀人狂 我比单样子还要可恶出生 我真的杀了英子的拳枪 结果 结果我又把复仇的英子也杀了 强烈的压抑跟痛苦 如同山一般压在了李火望的脑袋上 让他心中的那根弦 崩到了最近 李火望敏锐听到了 有脚步声靠近 可是他现在就想躲起来 什么都不想理会 不然 他感到有人在自己肩膀上 轻轻地拍了拍 那声音带着一丝担忧 冤阳小友 你这是要走啊 那咱们之前说的 还算不算数 对方的话 轻易地打破了 李火望脆弱的心房 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这就去找郑杰 那真的根本不可能是我灭的 不可能 李火望重新站了起来 一把把面前的守三推开 静止向着山下的镇子冲去 看着消失在山间小路的李火望 守三侧身尊敬地 对着一位锅子脸的熬井叫信徒询问 神本有长老 您看着 那国字脸男人眉头微皱地思索片刻 跟过去看看 记得稳当点 别把自己搭进去了 在月光的陪伴下 李火望重新来到那座死镇上 黑暗中 枯萎稀松的树林中 空无一人的死寂小镇 这一切搭配在一起 是那么的神人 可是李火望 却根本不在乎这些 慌张地冲了进去 开始翻招 哪怕磕得血流不止 也没有停下来 等他找到一具 躺在地上的骸骨石 眼前顿石一亮 从怀里掏出荧光石 凑过去细细地打亮起来 如果左侧全碎了 这是被顿起打伤所致的 根本不像我的坐视风格 再说了 我根本不喜欢我的顿起 他的心逐渐稳定下来 有条不紊地 继续翻着其他骸骨 这身体骨头都焦黑了 并且一碰就碎 这是被烈火烧死的 这我也不可能办到 还有更离谱的 一般是你落在外面 一般身体都卡在墙壁里 我怎么可能办得到 看到的死状越多 李火旺内心就越轻松 看到眼前一具骸骨 如同鲜花般在地上绽放 李火旺心中那块石头 彻底被放了下来 我没杀人 我没杀人 我不是杀人狂 叶子根本就记错了 他再三对自己的身份确认 不过紧接着 另外一个问题 在他脑海中蹦出来 鲜子为什么会认错 难道当初有个恶人 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这是个麻烦事 说不定将来还会因此 惹出不少麻烦呢 不过这件事情 等以后再说吧 我还是先想办法 先把丹阳子解决掉吧 李火旺刚准备要从 这腐朽不堪的木屋内 走出去时 旁边的一些纸张 引起了李火旺的注意 平静下来的他走过去 把那些纸张拿了起来 上面沾了不少血 看起来是临死前不久写的 上面写的内容 他已经分辨不清楚了 很多字他已经不认识了 等等 这三个字好熟悉啊 他眉头微皱 用手指摸着最后的 三个毛笔子 心中非常疑惑 他在这里摸了很久很久 就在他眉头越皱越紧的时候 忽然脑海中猛地乍响 李火旺 这三个字是 李火旺 兴奋地喊出 这三个字含义的瞬间 李火旺感觉到 被人扼住了喉咙 他审视四周的骸骨 瞳孔时而放大 又时而缩小 恐惧开始逐渐侵蚀 他的内心 不可能 不可能 英子肯定认错了 他的父母不是我杀的 这些人也不是我杀的 神经志的李火旺 口中不断地喃喃自语 他在反驳 可是他的情绪 却越来越激动 他可以找各种理由 来欺骗自己 可手中那纸张上的三个字 却让他不得不面对现实 仿佛崩的一声 李火旺的那根弦 瞬间断了 李火旺 是你杀了他们 是你杀了他们 你这个疯子啊 不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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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蛋样子他们不一样 额头倾筋抱起 他跪在各种 死状凄惨的海骨中间 歇斯底里地 对着空中大喊着 苏黎人 一颗长着毛发的丹药 翻滚着 飞进了李火旺的嘴里 刹那间 他心中的压抑 愧疚 跟痛苦 瞬间放大了好几倍 几乎要把他的心 给吞噬掉了 这时 一个人缓缓地走了进来 那是首三 他浑身焦黑 轻轻打了一个响指 浓浓烈焰 瞬间包裹住他的全身 把他烧得琵琶作响 先跟着 他轻轻一挥手 身上的炙热火焰 顺着地面 迅速蔓延过去 把李火旺 整个身体 全部到国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